由南投县美术学会主办的当代图记农园情 台川艺术即四川藏族文化交流展 日前于中西新村湖山艺术馆举办开幕仪式 现场展出两岸艺术家共143件的俗画作品 还有藏族文化的唐卡艺术 绑画及剪纸等艺术作品 展期至4月17日子 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前往欣赏 那这次呢其实也很开心啦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呢利用这个机会呢 来彰显呢我们南投在地的一个艺术人文的发展的状况 由我们南投的艺术家来表现我们南投的美感 那在内容里面呢有胶彩 有油画水彩压克力 还有甚至还有漆化 还有立体的作品 那对岸的作品呢 也样貌非常丰富 面貌啊跟我们台湾啊 跟我们南投是迥然不一样 那当然呢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次的展览 让两岸呢对艺术文化的彼此的了解 能够更加的精进 县议员张秀子感谢南投县美术学会的用心 透过这次的展览 也为艺术家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能够促进双方之间艺术的交流之外 更能让艺术融入文化当中 进而带动观光及经济发展 台湾美术交流来这边展览 可以说两岸之间这个在艺术方面 这个文化方面也相当的在交流 那我们这个美术学会呢 长期来耕耘我们的美的这个力量 真的是相当的大 让我们的艺术 融入我们的文化 文化艺术带动我们的经济观光 未来我们南投县 最由我们的文化经济来观光 旅游 把成我们许县长 许书法县长所讲的 幸福南投以及城市 把它发挥更大的效力 透过展览 能让台川两地做艺术文化之间的交流 彼此经济学习 也借此彰显南投在地艺术的美感与文化 台湾方面的艺术家作品也有69件 包括有胶彩 牙克力 书法 水墨画等 而四川方面则有简子 藏族文化 想把本画 企画 水墨画 书法等各面向的艺术作品 内容非常丰富精彩 记得出名剧南投采访报道